Range的A1然後到I8的範圍 把它點Bolders 點Color ColorIndex等於XLN 有沒有這清楚 那如果要加的話就是這個Range Range也是一樣A1到I8這個範圍 那它的Bolders ColorIndex等於RGB 紅色的25500 OK那就是加一個紅色 其實就一行啦 就可以把這個表格給畫出來 那最後的話就是加什麼 加這一條線跟這一條線 繪飾的那個流程不能改 先也是一樣先繪飾紅的 然後再加兩條線上去 這樣就OK了 大體上這樣 其實這個繪飾框線 其實我本來之前本來是沒有講到的 那為什麼會有提到 主要就是因為剛好之前有 好幾期之前有個同學 同學他問了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剛好就在那個文字與資料函數 裡面有一個叫宴會排桌的 這個範例裡面 這個其實也是同學他問的問題 打開之後這邊其實啟用聚集 也就是他其實裡面已經幫你寫好了 這個宴會排桌他有做個說明 他說使用VBA做排桌有沒有 然後他說那個一桌最多12個人 10個大人兩個小孩 然後裡面就是他的清單 清單有這些啦 比如說這些然後他關係啦 桌號桌號這邊有有沒有 然後呢還有是大人小孩啊 並且他是希望小孩有不同顏色標準 底下他理由是這邊有寫到啦 他就這邊 實際上這個 這個程式是同學自己學完之後 他其實還沒有結 就是課程還沒結束 他就已經寫出來了 所以他寫出來之後 都把這邊一個table有沒有 底下這邊有兩岸 這個是排桌 他就把剛剛這個 這個是他自己寫的哦 是他按照我上課講的 他把它寫出來 排桌 然後清除的話這邊有個clear 清除 那為什麼我要講這個 因為我覺得這同學很認真 他真的回去真的想 要怎麼樣把他的工作 可以跟什麼 跟我們上課所講的 可以怎麼樣做一個 算是可以把mix在一起啦 可以變出一個東西出來 但是他最後遇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他不會畫框線 OK 啊所以呢 如果我們今天學的這東西啊 我後來跟他講 其實就是range 如果你要這個範圍畫個框線很簡單嘛 一行成就搞定 range 什麼呢 你從b3一直到h13 有沒有 然後他什麼boulder的color rgb看你要什麼顏色加上就ok了嘛 對不對 啊可是他不會畫 他一找半天他找不到 所以這裡的話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們可以看一下這兩個 啊這兩個按鈕的程式在開發人員裡面的Visual Basics 啊實際上他寫的程式就在這裡 兩行 ok 你會發現這裡面的話會有跨工作表的問題 那給各位參考 另外我剛剛也把那個他之前跟我的那個email我把它找出來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他這個他問的問題說 他這個解決不了顏色部分 然後他怎麼辦 他就把他的檔案寄給就是這個檔案 後來我問他 你這個問題非常好 可以當成我那個上課的範例檔 他是說ok他說可以的他說什麼這次本來是想要送給老師 當指導我進入VBA的回禮一個笑臉 然後他就想說這個問題可以讓一般人像一般如果你們是做行政工作一般事務人員了解VBA對工作都可以有加分的工具 因為本公司人士批評說我上VBA沒有用浪費時間 所以他可能也為了要爭一口氣吧 所以他就真的花很多時間 我相信他真的花蠻多時間的 但是我覺得他這樣也沒錯啦 因為他如果真的把這東西寫出來 其實對自己來說也相當有成就感 只是說他最後是少了一個就是畫框線的功能 所以我後來我就補充了一下 把框線很簡單嘛就一行程式而已 真的很多東西會是非常簡單 但是你不會說真的啊 你想破頭你也是想不出你要的東西 那我只是盡量把那個功能盡量簡單一些些 讓大家能夠很簡單就了解 ok 那還蠻有趣的 這蠻多範例題其實都是同學的問題所衍生出來的 ok 所以我有些東西會講 主要原因是因為剛好同學有問到 你們都可能會需要 所以我特別針對那部分去做 在比較詳細一點的說明 那另外的話就宴會排桌給我興趣的話 也可以試試看 還蠻有趣的 他可以把他其實這個 就主要是針對這邊的列表 去 如果我是大人小孩他沒有規則 然後呢按一下之後呢 他可以得到這樣的結果 一個桌號就可以自動幫我排出我要的結果出來 其實也相當不容易啦 不過這我覺得還是需要一點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你工作裡面有沒有一些地方可以跟VBA做銜接的點 你可以把它想出一些範例 那不過如果說你實在是想了半天 實在是想了半天 都剛開始不要挑戰太高難度的 先想一個比較簡單的 可以達到 那你去做 如果實在也想不出來沒關係 你可以像這個同學嘛 你可以把它打包成一個檔案 那比較詳細的 如果你是要詢問的話 你當然也可以發問題啦 不過呢 前提是希望你真的像這個同學是有想過 而想不出來 那你提問 我覺得會 不要你像之前有同學怎麼樣 直接就把他的工作寄給我 老師我這地方我不會怎麼辦 看了就傻住了 你的工作我怎麼會了解呢 對不對 每個人 因為你前面很多東西 對不對 你不能把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data全部寄給我 我怎麼知道這個data 你的欄會哪些是做什麼用途的 對我對你的工作流程我也不清楚 我即便想幫你 我不知道從哪邊幫起 其實我可以幫的就是說 如果你告訴我明確的那個歸神 我是可以真的可以把那個 你要的自動化流程寫出來 但是那個 有些東西 你的工作 太多細節了啦 那不是說 而且我即便想知道 可能花的時間 反而比我寫程式的時間還更多 OK 所以有時候 寫程式很簡單啦 會得馬上寫出來 但是最怕就是說 我根本不知道你要什麼 對不對 你不是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要什麼 我就根本不知道怎麼幫你 OK 所以這個補充說明一下 另外的話呢 待會我們就要延伸再來看就是說 除了這個 再來就是說 將那個表單 表單這個部分把它加進來 也就是說我今天如果希望 把Excel當資料庫來用 那比如說我要當資料庫來用的話 第一個 我們舉 比如說像這邊這個例子 這底下的話 假如說我的欄位 第一個欄位是姓名嘛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可不可以讓我設計出一個表單 這個表單就是讓他填什麼 填他的名字 然後填總共三個成績 這三個成績呢 就自動幫我填到這裡面來 因為他有三個成績 這個有點像是面試成績 慢慢我進來 然後每幾分幾分幾分 我們就直接把它輸入到這邊 那輸入完之後的話 後面東西就不用不用算了 因為平均的話 就把這三個成績 加起來除以3就好了嘛 OK 然後呢 這個評分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可以 自動帶出來 比如說我們前面有寫一個制定函數 表單其實也可以呼叫制定函數 可以把結果也算出來 那底下這個部分可以不用 因為我們主要是 要得到後面的結果 我大概demo一下 這個要怎麼做 那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 我會希望這邊有個按鈕 按下它之後 它可以幫我跳出像這樣的一個表單 這個叫表單 OK 第二個的話呢 比如說我輸入一個人 本來它這個面是 那我就 輸入它的名字 也許叫AAA好了 我就不想 Enter一下 那它的成績輸入上去 輸入上去 好 輸入完之後的話呢 最好我按一個Enter 它就自動幫我怎麼樣 把這三 這四個資料 填到 這邊的最下面一列 那其他的這些東西自動產生 因為其實 後面這些應該都可以自動帶出來 我只要把這四個 重向的填到這邊變橫向的 然後自動帶出這些東西 這樣我看 Enter一下 有沒有 我不用再按它哦 我直接按Enter 它就自動怎麼樣 幫我把這四個東西填過來對不對 並且幫我算出後面這三個 然後把舊的資料 怎麼樣 清空 這些都清空 然後游標再回到最上面 也就是還可以再輸入下一個 OK哦 所以基本上應該這樣 應該輸入 BBB Enter 這樣子 Enter Enter 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又跳上去了 然後又清空 又一個進來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你就可以把什麼 把那個Excel來當那個資料庫一樣 輸入一些資料 幫我存在Excel裡面 也就把Excel當資料庫來用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先稍微開啟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 你可能要知道幾件事 一 這個東西 如何設計 它放哪裡 第一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東西呢 它的放的位置在VideoBased 它放的位置 基本上就在哪裡呢 在這邊有個表單 就長這樣子 如果說呢 我找一個是還沒有做好的 那如果說呢 你們要設計的話 請各位一樣開啟 你的那個邏輯函數的範例 那記得哦 如果你要增加一個按右鍵 插入一個什麼呢 之前我們是用那個 所謂的模組嘛 如果你要增加一個表單的話 請你點什麼 按右鍵哦 一樣插入一個資料表單 哎 這樣的話就有一個空的 那可是我要設計的 裡面是空的嘛 所以要接下來怎麼做出 講這樣 所以也許你可以參考講義 然後做法大致上這樣哦 我們上面哦 會有第一個一個表單 第二個的話呢 裡面的話會有三個 這個叫Lebo 就標籤 四個標籤 然後四個 所謂的文字方塊 然後一個按鈕 哎 這相關東西怎麼做哦 也許你們可以 在 哪個地方找到工具箱有沒有 那如果要加的話 特別是哦 請你把這個上面哦 也許你油標籤嗎 這個叫標籤 拉一下 這個叫文字方塊 那再來就是這個命令按鈕 那做法上我大概 也許請各位先把這個哦 先稍微看一下 那待會我們把細節部分哦 途一來跟各位說明 如何在我們剛剛的這個Excel裡面哦 增加一個表單 那並且呢 可以讓它具備有什麼 填輸入資料的這個功能 那輸入完資料之後的話 也能夠自動幫我把我輸入的結果 幫我填到Excel裡面去 OK 幫我記錄下來哦 然後呢 後面也會自動帶出我需要的相關資料 哎 哎這地方該怎麼做哦 那另外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參考我剛剛講的宴會排桌 你看那個那個範例其實不錯 那個範例我覺得那同學 蠻 蠻認真一點就是他 也還有把那個跨工作表 噢 蓄詞物件哦 加進來 因為將來如果你有很多工作表 哎你如果要換到另外一個工作表 你就必須在 Sales Sales或Range物件前面哦 然後還要增加一個所謂的工作表物件 那工作表物件哦就是SHITS S H E E T 加 S 挖符就是裡面告訴他哪一個工作表 那哪一個工作表的哪一個範圍 或者哪一個工作表的哪一個儲存格 哎用這樣的方式去取得你要的資料哦 OK 跨工作表部分哦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就是 如何利用那個 這個 ESale幫我哦 第一個設計表單 第二個的話呢 把資料存在ESale 把ESale當資料庫來用哦 好 好 感谢观看